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尔摩斯对孟晚舟的安禁进行了裁决 判定其双重犯罪成立将继续引渡到美国的程序 法院的裁决当中表示说该案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 因此将继续引渡孟晚舟到美国的程序 这个判决对于华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华威曾经希望结束这样的一个诉讼 并且将孟晚舟带回中国 应美国当局的要求 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号的时候 在温哥华的国际机场被捕 他以一系列的欺诈罪名而遭到了起诉 再来看一下美国正式的宣布剥夺香港的特殊待遇 美国已经决定不再赋予香港特殊的待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当地时间的27号 稍早的时候向国会作证 使香港不再获美国的特殊待遇 来自香港经济日报的信息 刚刚就表示说股市应声下挫了近百点 正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当中 定于北京时间28号表决通过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 来自香港经济日报的信息就表示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时候表示 美国不再设香港为高度自治 因此不再继续获得美国法律赋予的特殊待遇 该报道表示说因为港版的国安法 蓬佩奥表示说香港不再获得特殊待遇 该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美国时间的星期三27号的时候 向国会表示香港不再是美国 视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 因此香港不再获得美国赋予的特殊待遇了 那么该报道还以极高的行事报告表示说 不过上去还没有进一步的披露相关的信息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表示说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达会28号将审议通过港版国安法的授权法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敢在前一天表示说 他向美国国会做出了报告香港已经不再拥有自治 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突文表示说 他今天已经向国会做了报告 依据目前的事实 香港不再是中国之外拥有自治的一个地区 他强调说香港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 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另外一位表示说 美国国务卿目前依据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案 需要定期的来检视香港发展的情况 并且向美国国会做出相关的报告 那么去年11月份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则是要求美国的国务卿在年度报告当中 特别的检视香港的各个方面的自治以及自由的情况 并且判断香港是否仍然的该享有美国法律之下的一个特殊的待遇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防长宣战美国 直言以战促文 中美两国关系自两年前的贸易战开始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到这一次蔓延全球的武汉肺炎 应该说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向强的态度 两国大有冷战甚至是热战的可能性 中国军放的负责人日前在中国的两会当中 更是罕见的表明和美国的战略对抗已经是高风险期了 并且强调说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才能够稳定国家 来自南华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正与北京举行的中国的全国两会 在23号的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就点名美国 指这一次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既加强压制和遏制中国 更是表明了两国的战略对抗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的时期 相关的评论在北京采访两会的记者当时也获得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过去中国的解放军停录外部形势的时候 极少直接的点名一些假想敌 但是随着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日趋恶化 今年两会则是更多的人这样点名 报道指魏凤和还强调说要提升军队的战斗精神战斗力量 要勇于战斗和善于战斗 并且要利用战斗来促稳定 在与美国的直接竞争之下 其他的解放军高层表示说 必须在一些尖端的科技赶上西方国家来发展核心的技术 报道还说中国的空军装备部的部长朱成 在讨论当中表示中西方在网络太空 还有深海以及生物科技等一些领域 竞争正在逐步的加剧 建议在这些范畴要加快自主创新 和革命性的技术性的应变的一些应对能力的改革 另外还表示说在科技上必须要避免 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之间出现差弹 巨大的差距形成战略的漏洞 另外报道还说中国在上个星期发表的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还表示说虽然承认了经济在疫情的打击之下 出现了衰退 但是罕有的没有拟定中国今年全国的 这样一个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 而在教育科技等一些方面的支出也在削减 报道还说唯独中国的军费仍然在增加 而且增加了6.6% 是自1992年以来创下这种记录以来的首次 报道还说中国解放军的军委政治部的主任 苗华也表示说自全球已经爆发之后 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进一步的加剧 而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两会期间有专访当中就表示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 面对新的风险挑战 国境上有霸权主义的抬头 天下并不太平 中国适量的增加军费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中共的总书席习近平在26号出席 中国的解放军和吴谨部队的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时 就要求解放军要全面的加强练兵备战 及时有效的处置各种复杂的情况 坚决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再来看一下港版的国安法锁定了 目前应该说是定死在决议草案当中 已经没有任何修正的空间了 港区的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将于本周四 也就是28号的时候进行表决 根据北京的学者表示说 中共领导层要求在短时间之内 完成对香港的国安法的立法程序 最快今年之内就得生效 有舆论就指出当局这一次提交讨论的是 一份决议的草案 没有原则修正空间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表示说 港区的国安法于星期四的下午的时候 将获得通过之后 当局将在短时间之内完善其细则 北京的一位法律学者就表示说 根据中共高层的意图 必须在今年推出港区的国安法 说高层力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完成立法程序而进行 以国会停职 另外报道说 5月25号的时候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栗战书 在中国的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当中 就表示说 相信经过代表们的共同努力 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一重要的立法任务 另外北京的法律学者张建宁就表示说 历然书籍一批主管香港事务的高级官员 已经下了军力状 一定要在本次人大会上通过港区的国安法 表示说 中国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来进行实际的行动 以及这一次所谓的国安法立法的形式 取消了一国两制 虽然不是公开的宣传取消 但是实际上已经取消了中国一国两制 之前那样一个态度 另外表示说 全世界都很明白这条法律一旦通过 就等于之前说的一国两制就废止了 另外来自香港的媒体香港有线新闻的报道 就比如说港区的国安法的第六条就授权了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立法的范围 还有制止以及惩罚的发生在香港的任何分裂国家 缔付国家政权以及组织恐怖活动 等一些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另外据了解中国的人大审议的时候 有代表就建议在后面加上和活动三个字 而第三条要求特区政府立法司法机关 应当依据法律制止危害国家的一些行为 也就是说 也有人建议要加上和活动有关的改动 仍然在审议当中最终的文本 将在星期四的下午进行表决 另外北京的学者就认为 港区的国安法的草案是一份决议草案 人大代表没有就此展开讨论的余地和空间 国安法目前如果只是一份决议草案 原则上与会者可以提交建议 及进行相关的讨论 一般来说草案还有一点点小的尾巴 正是生效就没有办法更改了 但是决议草案要比决议草案严肃的更多 但是比方说这只是一个决定性的草案 报道说2001年的时候 香港50万人上街抗议当局的基本法的23条立法 最终香港当局撤回了相关的决定 而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 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 并且举行了多次规模达百万人以上的设为游行 当局最终宣布要撤回 但是这一次是北京中央政府要推出强推港区的国安法 有媒体引述知信师的话表示说 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当中 泛民争取到了35个以上的立法会的议席 将推举自己信任的立法会的主席 而立法会主席如果亲美 中共一定会有一些防范 于是说如果说立法会的主席如果是亲美的话 那么中共肯定会有些应对手段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的人大是否修法反制他国提告 目前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 中国的人大代表就提倡外国国家豁免法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的社会科学院的法学所的研究员 马依德就认为 随着国际交往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的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到了国际经贸活动 也日益的频繁 而各个国家以及政府在他国 被起诉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但是中国在立法层面尚未制定专门性的法律 他建议重新对国家豁免问题进行审视 由绝对豁免的原则转向国际主流的限制豁免的原则 尽快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豁免法案 那么今天闭幕的中国人大的全国性的会议 对此是否应该进行一些回应的目的 也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来自法国就引述台湾媒体中央社的信息 表示说反制他国的提告中国的人大代表 要提倡外国国家豁免法 该报道引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信息 表示说中国全国的人大代表 北京市的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研究员马一德 星期一就建议要尽快地制定外国国家豁免法 反制外国团体与个人以疫情向中国提起诉讼 中共对外国媒体环球网昨天 中共的对外官媒 应该说是中共的官方媒体 虽然是对外国发声的 叫环球网 那么昨天就专访了马一德 首度曝光了这项立法的建议 中共的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叫长安建议转发了 另外马一德的提案 已经获得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一个提案组的接收 分送到了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 根据报道表示说随着国际交往以及全球化的深入进展 国家直接参与到了国际贸易活动也是日益频繁 那么各个国家以及政府对他国起诉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中国在立法层面目前没有置顶专门性的法律 消息表示说如果遵循外国国家以及财产的绝对豁免这一原则的话 中国当时人难以在中国的国内的法院对他国提起诉讼 主张相关的宣言 中国的法院在处理国家货民问题的案件的时候也无法可循 另外根据马一德的信息表示说 实施限制货民原则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立法的趋势 实践当中不乏中国以及地方政府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被起诉的一些案件 那么他也表示说立法趋势造成了中国当事人的权益 没有办法通过中国国内的司法机关来获得救济 中国政府却作为被告在外国法院被频频的起诉 这远远落后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实际的需求 导致在国际交往当中处于劣势的地位 另外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表示说呢 随着这一次的新兴观照密毒疫情在各个国家相继的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呢 为了转嫁本国政府的疫情及防控的不利的一些责任 以中国传播隐瞒疫情等些借口 公然对中国进行了污名化 甚至呢一些国家的团体以及个人 依据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 对中国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提起了诉讼 这届是对国家以及财产豁免这一国际法的原则的践探 也是国际霸权与强权主义的体现 但是呢同时也凸显出了 中国制定外国国家豁免法的必要性 以及紧迫性破戒性 另外马亦德还表示说呢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合作 还有亚投行的成立 以及中国加入特别提款权 等一些历史性的转折事件的发生 那么中国经济环境正在深刻的融入 全球化的一个进程 中国关于国家豁免的立法的空白和不确定性 会让外国投资者担忧甚至迷茫 所以马亦德建议呢 重新对国家豁免问题进行审视 由绝对豁免原则转向国际主流的限制豁免原则 尽快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豁免法 另外消息只能去了解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和疫情防控的一个常态化的背景之下 马亦德的建议已经获得了 中国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 超过35名代表的联署 并且提交了该议案 该议案目前已经被中国的人大会议的提案组接收 并且分送到了各个专业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 另外据马亦德表说呢 他说目前中国在坚持国家主群豁免的原则下 加快制定外国国家豁免法 实现背景之下可以支持中国当事人 就他国的侵害行为主张权益 中国的法院可以对外国国家以及财产 来实行管辖权甚至是强制的执行 直接对美国的责任转嫁 还有霸权主义等一些行为形成了反制 好 再来看一下解放军派两辆航母进行军演 来夺东沙群岛继而侵台 来自日本媒体的早前的报道就表示 中国的解放军将于八月份的时候 在南海进行军演 模拟夺取东沙群岛 英文的媒体近日表示说 解放军可能会派山东进 以及辽宁舰两艘航母舰 到东沙群岛附近来进行演习 借此演习的机会来夺取东沙群岛 甚至可能会入侵台湾 有学者就指出 中国同时出动两艘航母演习的情况 是非常罕见的 或进行对抗的一些演练 来自东网的信息就引述了 英国媒体星期一的报道 表示说 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舰 以及辽宁舰目前正在中国的渤海湾 进行备战的一些任务 未来可能会投入到 东沙群岛附近的一个联合军演 报道指 这一次将两艘航母第一次的联合进行部署 解放军目前的目的 不单单是一个东沙群岛 甚至进而将入侵台湾 报道也提及了美国智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份报告 就指出 如果美中关系继续的恶化 未来18个月之内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会大幅的增加 英国媒体对此表示说 中国可能会借由夺取东沙群岛 来拖延美国支援台湾的行动 解放军至今尚未有报告进行回应 对此台湾的海洋大学的 通识教育中心的副教授 吴建忠在接受东网的采访时 就表示说 解放军的两艘航母联合军演 的确是空前罕见的 但是美军的军舰 以及相关的战舰舰队 重新部署完成之际 上述的讯息就意味着 双方针对性 以及地缘政治的夺取的放话 可能性会更加的居高 他表示说 东沙群岛并无驻台军 仅有海防的驻守 另外的解放军 以往在南海军事演习 大多是以东山岛为假想的 一个战略的目标 那么这一次 首度的传出了以东沙群岛 甚至是太平洋岛为夺取的目标 进行演习 实际意义并不大 战力以及政治的宣传意义 相对会更大一些 另外有媒体报道表示说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23号的时候 在中国的人大代表小组会议当中 就批评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 加强遏制中国 表明中美战略对抗 已经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好 再来看一下房价下跌 租金下跌导致了房价上涨 中国又出现了房内场泡沫潮 来自中国社科医院的财经战略研究 月27号发布的2020年04月的 这个伪房综合指数 数据显示今年4月 中国的全国的核心城市 主要是一二线城市的 二手房的交易量 以及价格都有快速的上升 那么租金就要快速的下降 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总体来说是下跌的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就引述了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表示说 中国社科医院的财经战略研究院 住房大数据项目的组的组长 邹灵华就认为 按一般的逻辑来分析的话 租金下跌 房价上涨 表明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再增加 但市场的风险是否可固 还要看2020年下半年 中国的房价以及租金的走势 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全国核心城市的房价出现了较快的回升 并且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新高 反映了中国全国24个核心城市的房价 总体变化的伪房核心指数 就显示 2020年4月份的时候 核心的城市的综合房价 已经高于2019年全年最高房价 但是仍要低于2018年中的房价的水平 反映了中国全国22个核心城市 住房租金总体变化的 伪房租金核心指数就显示 核心城市近两个月的住房的租金 出现了较快的下降 与房价的走势形成了背离 报道表示说 从中国全国的十大重点城市的数据来看 二手房的成交量也迅速增长 好 以上就这时代由明镜介绍为您带来的 新闻资讯节目 中国新闻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